大家好 我是明板 我们开始第15节 这节我们是 的主题是让你的数据变得规律 这我们会介绍一个新的 软件 coachdb 大家记得之前我们 抓 张家伟的这块的时候 他抓取下来的时候格式是乱序的 我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张家伟我们找到我们了 张家伟 我们抓一下 不用抓 直接可以减罗斯浏览 看他这块第1个是如果C罗但是他这块就是航路改变历史 你说他这块是我们 网页上的顺序和我们抓到的顺序是不一致的 我们这节课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之前我们说过第1列可以用来排序 后面这个数字可以用来排序 但是我们 给大家 当时我说大家先不用理会这块 后面我们会介绍其他方法 就直接 让我们抓下来的数据就是有序的 这节课我们就是介绍这个方法 webSquip的数据存储方式 有两种 第1种就是 local storage 就是我们 他会保存到浏览器的浏览器里面 浏览器的缓存里面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用的就是 算是一个数据库吧 基于浏览器入口的数据库 他用 用他转据下来的数据就是有序的 好我们接下来介绍如何 使用安装 coastdb安装的话 我们需要先下载安装包 我已经给大家下载好了 大家根据自己的系统 然后 扫码回复 根据自己的系统来 回复关键字来下载 Mac的话就回复coastdbmac 然后 这个 Windows的话就回复这个 64位的回复这个 32位的回复下面这个 关于自己的系统是64位还是32位 在装 装 Chrome浏览器的时候 那一节 有给大家 那一节的PPT里面 又给大家如何 如何就是 检查自己的 系统是32位还是64位 这个视频我们先介绍 Mac的安装方式 因为Mac和 Windows的安装 还不一样 我已经将 我先讲 先讲一下Mac的安装吧 我已经将 这个 Mac的安装包 已经下载下来 就是这个 我们直接双击 这是一个 ZIP 我们双击一下 它会解压缩 解压缩 解压缩以后 它会 就像一个 Apache Coshtb 这直接就是一个 可以直接双击使用的 安装包 我们双击一下 它会 它会显示一个 不值得信用 我们先选择Alone 允许 好大家看 它 我们点击以后 它会自动跳出 跳到这个网页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一下 PoT PoT PoT也是让我们 输入这个 网址 这个网址 和浏览器中 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它 你双击以后 Mac下 如果双击以后 它没有去自动跳到这个网页 你就可以把这个地址 绿色的地址 然后复制 然后到浏览器的地址里面 粘贴 然后回车 它也会跳入到这块 当然如果你是 以前没有转过ColdDB 这块可能 也没有这个 这块可能就是空的 空的话大家不用管 空的就空的 然后不会影响什么 可能你会面上面 应该就是空的 接下来我们还要需要 做一些配置 大家看 我们点击 点击第一步 点击这个 Create Database 这个按钮 它会 弹出一个输入框 我们需要在第2个这块 输入一个东西 就是这款 下面绿色的这款 我们把这个 复制 然后粘贴 到这块 然后点击Create 然后我这个因为已经 创建过了 这块已经有一个了 我这 我这给删除 等它删除的话 删除的话需要 把这个 全部输一遍 这个也删除 然后 我们就点击这个 然后 创建 这是我刚才从 PPT里面复制的这个绿色字体 然后点击Create 它会创建一个 它已经 刚才其实创建成功 好 这下来我们就不用管了 直接就 关闭这个页面 关闭 CourseDB 我们已经配置好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 配置一下 WebScript 大家看 上面这张图 这这块有一个 我们安装好 WebScript 以后这块会有一个 蜘蛛网的链接 我们看到以后 然后 大家看我鼠标 这个就关了 先不管吧 我们点击鼠标 放在这块 点击右键 它会有一个 Options的 按钮 我们点击 它会弹出一个界面 大家看 这块 点击右键 一个Options 点击 点击以后 弹出来这个界面 这块 我们Stories 我们需要 把这个 点击一下 它一开始是LogoStories 因为我们 默认的 数据存储方式 我们点击它 切换成CourseDB 在CourseDB里面 切换成CourseDB以后 它会出现 下面会有两个 输入选项 第1个 输入选项 SitMapDB SitMapDB 我们需要 填入这个网 填入后面的绿色字体 我复制 然后到这块 粘贴 DataDB 大家看 DataDB同样也是有一个 网址 我复制 粘贴 好 大家看 这块 PBt里面有 StorageType 我们切换成CourseDB SitMapDB 我们把后面这一串 复制到这块 DataDB 把这块 复制到这块 然后我们 其实就点 点击 save 我们点了以后 正常情况下 他应该会刷新一下网页 但 其实他并没有刷新 但其实他已经成功了 我们直接就 关掉网页就可以了 不信的话 我们重新 打开这个 Option 看一下 他已经 前往 CourseDB CourseDB 我们点击save 以后 可能没反应 但是他已经生效了 我们关闭页面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需要重启一下浏览器 因为这个CourseDB 它是基于 浏览器的一个 基于浏览器的一个 数据库 我们需要让浏览器重启一下 让他知道 哦 我安装了一个 CourseDB 然后重启 这个时候我们 好 这个已经我们已经全部 配置完了 接下来我们我们重新来 测试一下我们那个 知乎的 页面 我们切换到 专家委的这块 哎大家注意看 现在这块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之前建设 SiteMap 全部都没有了 这是因为存储方 之前我们是存储在浏览器里面的 现在我们 已经 切换从了 CourseDB 但是CourseDB里面 你是什么都没有的 所以说 如果大家想要找回 之前的 CourseDB的话 如果你就是 嗯 之前已经用在 嗯 创建的SiteMap 你想要将那些 直接挪用的话 你需要 点击 这款 Option 换回 Local Storage 点击 Save 然后你这款 重新 重新 Inspect 打开WebScript 如果还没成功 你就需要 重新一下浏览器 切换这个 存储方式的时候 你需要 重新下浏览器 大家看我重新 打开WebScript 看他之前的就有了 如果我们张家伟 如果你之前的这些都想就想将这些 全部转移的话 就按照我说的 我们点击这个 ExplosiveMap 我把这一串 复制一下 如果你全部都需要的话 你提前将这些全部都导出 然后 我们切换到 把这块切换从CouchDB 敢切换的话 这块还需要重新 设置一下 我先保存一下 我这 我这块 我直接先把这块给 先把我这个给 保存一下 这块的设置 我需要重新拷贝 粘贴 哎 没拷贝上 然后这块也要再重新设置 Save 好 我重启一下浏览器 我先进入到 知乎这个页面 然后我打开 Rap Script 我导入写的Map 然后我找到 我刚才粘贴的 复制 粘贴 张家伟 然后Import 好 我重新抓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次它会不会 变得有序 好 再往我们刷新一下 大家看 第一个是C罗 如果这是C罗 第二个可以像C罗 可以像C罗 第三个 动肯 一模一样 我们再看最下面 下面一样不一样 长大了多红 几次吗 一样倒数第二个 南希尔顿 南希尔顿 对了 上下都能对上 所以我们这个 它现在就是有序的 OK 再来看PPT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 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有时候 创建System Map 会没反应 大家看 有时候我们如果 重启电脑以后 这个CacheDB 它是 它没有自动启动 或者你手务将 这个CacheDB 退出以后 就会出现 这种情况 但我们 Create SetMap StartURL 有 随便学习 我们点击Create SetMap 大家这个时候 点击Create Create SetMap 它是没反应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 大家看 因为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没有装 CacheDB的时候 我们 点击这个Create 它是将这些数据 存储到 浏览器的缓存里面 浏览器是打开的 所以说 我们这个点Create 它是可以 成功的 但是我们 将 已经将这块的 我看一下 有件 Option 我们已经将这块的 后端存储 改为CacheDB了 这时候你点击Create SetMap 它是会将你这两个信息 存储到 它是会将我们这两个信息 存储到 CacheDB里的 但你CacheDB CacheDB现在 没打开 所以说它就不知道 存不进去 你要往CacheDB里面存 但是你没有将CacheDB打开 相当于 你要往 电脑上 新建一个文件 但你电脑 现在还没打开 怎么解决呢 就是打开 打开CacheDB 将CacheDB打开 然后重启浏览器 我们找到CacheDB 打开CacheDB 它每次打开 每次打开 它会弹出 这个界面 我们可以直接让它关闭掉 然后这时候点击CacheDB 它就成功了 当然有时候你如果你点击 Creator不行的话 你就需要 重启一下浏览器 就是 激活一下 浏览器和 CacheDB的 连接 重启一下 就可以了 OK 这是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 刚才我们出现的 我们如果 新建 切换成CacheDB以后 你会发现 你之前的一些 CacheDB不见了 怎么弄呢 你就切换从 原来的 把 CacheDB全部导出来 导出到某个地方 把那一团代码给 导出CacheDB 把这一团代码 先复制到某个地方 然后 再就是 切换成CacheDB 将它导进来 比较 比较复杂是吧 但是我们就 我们现在都 只是在练习 所以说你 没必要把那 导进来 你就直接 在CacheDB 新建一个 就当多练习一次 嗯 没有坏处 再就是最后一个 如果忘掉我们 装掉CacheDB 不是装了CacheDB以后 我们之前呢 装了CacheDB以后 我们以前的操作 我们就除了就是 Create的SiteMap以后 CreateSiteMap 失败的时候 我们需要重启一下 CacheDB 其他的时候 大家就 忘记掉 你装了CacheDB 只不过现在变成了 你抓取完数据以后 它变得有序了 其他的地方 我们就 我们就不需要关心 CacheDB 我们不需要关心 CacheDB 这里面 该怎么操作 我怎么通过 它查看数据 不用关心它 大家也操作不了 这块 就是给 重序员 就是 不用的 我们不用关心它 我们只要记住 CacheDB 帮我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帮我们抓取数据以后 变得有序 就行了 OK 这节就完了 Windows的安装方法 我们会放在下一个视频 大家 去看一下 第二个视频